四季豆放入油鍋中 炸得滋滋作響 顧客點菜 老闆拿起四季豆 秤重小心翼翼 多一根少一根都不行 因為這四季豆太貴了 甚至有店家將分量悄悄縮水 一袋剛炸好的四季豆 數一數怎麼看 就是覺得不對勁 有民眾踢爆板橋 這家知名鹽酥雞店 一份30元的四季豆 分量居然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 是很少 可是他們也很辛苦 因為菜間最近很貴 分量縮水的話就是分量漲價 實際到台北市街頭走一趟 茶房顏酥雞店 內湖這家攤販四季豆一包30元 不過數一數不到15根 同樣都是四季豆和通話街 以及松山店 平均一公克的價格比起來 內湖這家攤販比最便宜的通話街 貴了五成 前兩個月真的是差滿多 以目前的我們店裡面 在用的四季豆大概是150左右 顏酥雞業者苦炭四季豆價格 兩個月前一斤平均50元 現在飆破百元 貴了一倍 原本買鹽酥雞會送九層塔 但因為價格翻倍 甚至一度乾脆不加九層塔 確實九層塔的部分也是比肉還要貴 是不是有菜蟲在作怪 北市府產發局強調 近來菜價有鬆動現象 平均批發價已經跌破40元 這週開始會加派人力實地去市場 查價要揪除菜窮 不過要想回到颱風前的菜價 民眾可能還是得再等一等 記者李英偉 李文科 台北報導 期末年剛才正打幾筒